另外持续带引来关心 现在已经确定遭检方起诉求行的 Makio和有机龙辉 目前已经遭到限制出境 不过之前逐连帮大佬白狼才大胆爆料 有机龙辉有可能偷渡返回日本 而为了怕这两个人都偷渡 台北地区人署也特别发布通告给各警管单位 还要求现在查验人员要收集 他们两个人的长相特征以及涉案情节 拿着望远镜一分一毫不敢怠慢 还需任务仔细搜查汪洋大海 就是怕会有人趁乱偷渡离台 逐连帮大佬白狼公开爆料 只称日本拥有黑道势力的有机龙辉 很有可能用高架偷渡回国 不过至今Makio和有机双双被起诉求行 对此北检也特别对全台各个警管单位 包括港口安检站以及各个机场发出通告 表示两个人已经被限制出境 甚至要求查验官们一定要收集两个人的特征相貌 这会特别提高警觉 在港口的部分会强化出海人员的核对 在暗季的部分会延防人员的求度 在海域的部分会借由雷达监控 海巡方面加强戒备 桃圆机场也不敢松懈怠慢 监峰不只对Makio有机两个人发出通告 就连涉嫌座位置的鸭子湘宁也列入动态管制 一旦两个人意图出境就会遭到拦阻 并且通报检方 在查案台上有摆上他们素颜前和素颜后的照片 然后防止他们的蒙古出境 另外管理鸭子湾那个响语 因为他没有被限制出境 但是我们都随时和检察官 检教单位保持他们的动态 检警各警管单位大动作掌握动向管制行警 无非是希望涉入踹汶奖风波的四人 能够安分的待在台湾接受应有的法律制裁 就一期晚检政风景二次桃源采放报道